高雄的金钻夜市也发生了民众惊魂事件 原来是传出了火警 当时夜市有三间公厕起火燃烧 让游客吓坏 但是附近的摊伤相当激紧 拿出灭火器灭火 最后消防人员获报出动 在20分钟之内控制火势 公厕全毁弹 还好无人伤亡 橘子火光烧得猛烈 浓浓黑烟不停向天空窜 民众全跑光 附近摊伤的身影也只能忘火星探 发生火警的位置 是在高雄金钻夜市的流动厕所 目警民众说看到的时候 中间公厕已经起火燃烧 每几秒钟时间 三间公厕全都陷入一片火海 附近摊伤自发性拿出灭火器灭火 无奈火势是越烧越大 报警后消防人员赶到 20分钟内控制火势 可能有人纵火啊 有人 可能喜欢在里面抽烟点 抽烟然后去 去玩那个门啊会融化 对 那也有人说什么 别的夜市要收 所以要报复之类什么都有 众说分云我们就不适合去 评判 就交给专业去鉴定 三间流动公厕全被烧毁 还好没有人员伤亡 而近视人员正在现场进行惨证 离近火警发生的真正原因 记者喜嘉玲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